我們可以改一下 比如說像剛剛的這個程式 如果我們換一個 比如說換一個案例 我建議你們可以找一些 工作上面也好 或者是說你可以找到的相關 類似的應該我想 工作上面蠻多類似像這些 檔案的合併跟分割吧 那比如說你們可以看一下 那個雲端上面 還有範例檔 範例檔的話呢其實這邊也蠻多 之前我記得有一個就是 跟那個垃圾桶有點關係的 因為常常在台北市找不到那個垃圾桶 可是我不知道哪裡有垃圾桶 其實在 這個台北市政府他有公佈 公佈在他的那個開放資料裡面 那其實你們可以拿這個把它下載 按右鍵下載 下載完之後 因為我剛剛已經有下載我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 這邊有一個叫 台北市行人專用清潔箱 然後呢裡面 就會有各個分區 總共有幾個區啊 12個區 那如果說今天假設 一樣我們裡面資料 當然它是CSV 打開的話它會用Excel 那理論上 Ctrl向下200多個 所以其實40區大概是268個點吧 然後呢還有地址 這邊有路名還有經緯度 甚至可以配合 Google地圖 可以找到那個 這個比較精確的位置 那但是如果今天呢 我是希望怎麼樣 也可以把這個12個區域 全部就合併成一個 O.TST 然後 位置也許不變好了 不要放在低點 放在這裡 OK 所以 當然第一個 你假設 希望呢能夠透過剛剛的程式 如果不改 直接拿來用可不可以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可以啦 只是說呢我們可以試一下 第一個的話 也許你下載下來 台北市行人專用清潔箱 OK這個 然後記得把它解壓說 自此 第一步喔 解出來12個檔 第二步的話呢 其實喔 你就直接怎麼 我們是需要什麼 先合併嘛 所以你可以怎麼 在這邊呢 可以把那個路徑改一下 我的路徑 是在這裡啦 那比較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點選上面 這邊有一個 路徑 右鍵複製一下 把它貼到哪裡 也貼到這裡就可以了 貼上 有沒有發現 它就放在這個路徑 C疊底下的 什麼User 10的User 這一串喔 不過不管喔 反正就是這一串 那我是建議啦 你可以在前面加個小R 不過我印象中 好像 秀版 一定要加 新版好像不加也沒關係 不過我們還是加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建議是 逐一來看 所以底下程式也許先把它註解一下 那我們可以怎麼 先確認一下 那個檔名是否正確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先把底下先註解掉 然後先讓它print一下 就是先把這個取得之後 把它print著 print什麼呢 print這個list1 看一下是不是取得 那個 那個12個 這個也把它註解 這個也把它註解 ok 然後呢print一下 看是不是 對 區域沒有錯 那你想說 老師 那這個地方是CSV耶 那前面是講TSD 跟各位講 其實 基本上 是一樣的東西啦 只是存的副檔名不一樣而已啦 我是覺得應該沒什麼關係 好那第一個我們print出來 ok了 所以這個沒問題 那第二步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把它做合併 那底下刪除也許先不要做 一樣把這個 用Ctrl-1 讓它取消那個 這個註解 然後這個註解掉了 Ctrl-1 然後就把這個路徑放到這邊來 所以再來的話就是 這個應該是 C冒號斜線 這個路徑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放到這邊來 把它這個貼上 就是 在這個底下 我們要分別抓什麼 各區的檔名 這個應該是檔名加付檔名 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呢 一樣幫我合併 那合併放哪裡呢 乾脆放那個download這個底下 所以放這個底下 所以放這個底下 download底下的那個 這個什麼 download底下的 all.tst好了 如果是這樣子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其實只是改路徑而已 然後再幫我串 在一起 並且後面再幫我加上 兩個雙一號 最後close 合併 其實也可以這樣試 反正你們盡可能 去找一些類似的案例 然後 去讓它合併 最後我們要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好 那這裡的話 你會發現 有些時候會出現錯誤 那它會跟我講說 哪個地方出錯 CP950 所以 這個的話 很有可能就是說 它裡面有一些檔案 這個可能是存成UTF8 所以如果假設發生錯誤的話 那我們就必須再去檢查一下 裡面的編碼方式 所以這部分的話請各位先找找看 雲端上面我有放一個那個 這個範例 是叫做 台北市的行人專用清潔箱 OK 現在為什麼錯誤 它有出現那個錯誤訊息 是那個什麼 你那個CP950的decode 沒辦法 因為它是unicode 那為什麼其實你可以 假設以後你們要檢查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如果是CSV 你不要直接點兩下用Excel 你可以按右鍵 這邊有編輯 你可以用編輯 編輯的話 按右鍵編輯 或者是說 你可以用記事本來開都可以 那編輯的話 它會用那個記事本來開 那你只需要 然後另存新檔就可以 另存 那不是真的另存 而是說 你可以 把它用記事本開之後 然後另存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編碼方式 我是覺得 記事本這個功能還蠻好用的 那你會發現它是UTE8 OK 所以 前面有個什麼 具有BOM 這個就是它一個表頭的部分 它不影響 反正就是UTE8 那我們 當然呢 知道說這些都UTE8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只需要在兩個地方做修改就可以了 拿兩個地方 第一個 我們open的時候 這邊有個open它 開檔的時候呢 請你記得 在 模式的後面逗點 前面有講過嘛 encoding 這個可能要記 或者你可以 拿一下那個前面的那個 encoding 這邊其實會出現encoding 然後後面的話呢 記得雙引號 等於 這邊把它改雙引號 然後呢 裡面就加一個UTF8 UTF1-8 另外的話呢 請你把這個 豆點 encoding 等於UTF8 複製一下 貼到那個什麼呢 我要輸出到 all.tsd 我是放在download這裡 在A模式的後面 也一樣貼上 就是輸出 記得 輸入是UTF8 你輸出就是要UTF8 它如果沒有 用UTF8 好像也會出現錯誤 然後 它進來的檔案是CSV 當然如果你將來要存成CSV也可以 你這邊打一個CSV也可以 反正TST 跟 CSV 其實 只是副檔名的差別 那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所以其實只是改什麼 改了那個檔名 改這個 改encoding 其他都沒改 執行一下 合併完成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那個我們的 這個下載的地方 我就多一個 all.csv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 怎麼樣 打開 用Excel把它打開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這邊就會有哪個區 哪個位置 有垃圾桶 跟各位講一下 當然 你如果在新版 的Excel 直接開UTF8 不會亂 可是我印象中 好像如果說你是在舊版上 舊版的話 假如說你 直接開啟會是亂碼 那怎麼辦呢 還有一個方法 可能還是要存成什麼 存成 AMSI 如果你沒有存成AMSI 那他就是亂碼 OK 所以 今天也許 請各位就是最後試試看 把那個 像 這個 改一下 改成什麼 台北市行人專用清潔箱 這裡面的資料 你就12個區 把它合併在一起 那合併完之後 後面那個 合併 再把它分割的部分 也許就請各位再試試看 如果已經 分割 成為 O.CSV好了 那你就把它再分割出來 不過這邊的分割好像 規則 你可能要再想一想看 但理論上呢 還是可以 用SPRIT 兩個換行 只是說他的檔名 可能要想一下 因為之前的是在第16個字 跟第17個字 那這邊的話 可能又是別的規則 可能要想一下 所以也許你可以看一下 打開之後 哪邊是可以得到他的那個什麼 他的檔名 或許可以從什麼 從這裡面的第幾個字 你可以算過來 算到這裡 這三個字 然後就可以把它存檔起來 也許可以再把它分割吧 那這個部分的話 也許請各位多多練習 再來的話呢 把畫面還給各位